接下來我們要上的內容叫做周期表 周期表 現在的周期表是用原子序來排的 後面教原子說的時候會告訴你什麼叫原子序 你就目前記住 我用原子序來排我的周期表 它為什麼叫周期表 是因為有一個周期的變化 我們按照化學性質把它排一排 同一個直行的我們叫同一組 那麼這一組裡面有相似的化學性質 橫的就會有一個一系列的周期性的改變 所以我們把它叫做周期表 同一個橫列就是同一個周期 一個周期 好 所以就是原子的性質會從原子序的增加 然後會有周期性的變化 原因 以後上高中的時候再說 那麼叫做周期表 那麼 講義有附路 你就自己看看 這個理論上在國二的時候背過了 國二的時候背過了 該背的就背 該背的就背 該背的就記 那我們要介紹一些重要的組 好 重要的組 跟你講說 我們說 我們同一組有相似的性質 但沒有完全一樣 那不同組之間也可能有類似的性質 所以化學就給它很討厭嘛 等於A裡面有B B裡面有A 然後有規則 有意外 一堆 OK 我們在新的以後方就會想得了 尤其念的高中之後 那我們要介紹第一個組 叫做 簡金組 里納甲如色 叫做簡金組 有一個重要的性質 就是它加水 會產生氫氣 這個指的是在一般的室溫情況下 加水就會有反應了 就會有反應 會產生氫氣 然後生成氫氧化叉叉 氫氧化鈉 氫氧化鈉 氫氧化甲 它是呈碱性 金屬 然後有碱性 所以叫做碱金組 它基本上的活性是越後面 活性會越大 所以等於下這邊講 那個法式活性最大的金屬 後面再說 OK 這是第一個重要的性質 加水會產生氫氣 那麼還有一個要背的事情是 因為它的活性很大很容易作用 要放在舊課本寫石油 湯宣白寫礦物油 意思要放在油裡面 那裡面沒有氧不會作用 所以要放在油中儲存 鐵金竹要放在油裡面儲存 這個是一個重點 我常常會提到它 然後呢 幾乎所有的生物細胞都有鈉跟甲 如果你是醫生你就知道 生理的鈉跟甲要保持一個平衡狀態 太多太少你就會生病出問題 所以會出問題 OK 我們現在怎麼滴鈉鹽 是把用甲來帶滴鈉 可是有些人就不適合 因為它不適合吃太多的甲 OK 反正就是鈉甲要有一個平衡狀態 這以後再說 如果以後你讀書的時候用到你就知道了 那麼這個看一下就好了 我們剛剛講那個 鹼金竹越後面活性越大 所以法式活性最大的金屬 那麼它的質量 應該說密度很小 最輕的金屬 這看一下 知道一下稍微記就可以了 這叫做鹼金竹 提納假如設法重點一 加水會產生氫氣 重點二 要儲存在礦物油裡面